不要走啊 静静 我这算什么 穿越 还是重生 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应该算是穿越 毕竟两个世界虽然有95%以上的相似度 但也有很多不同 还真是一个可怜又可恨的甜口 不过既然我现在接管了你的身体 作为报酬 这口气我会替你出的 叶川发现桌上还有两张前女友 最喜欢的男歌手的全国巡演门票 出去透透气吧 顺便看看这个世界的音乐风格有什么不同 你到底行不行啊 马上就轮到我了 你怎么还没有把票买来 我不管 佳伦好不容易来魔都开演唱会 我一定要进去看现场 黄牛手里怎么会没有票 你多出点钱不行吗 美女 你是一个人吗 你想干嘛 你别误会 我本来是要和女朋友一起来看演唱会的 但昨天我女朋友把我给甩了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我可以卖一张给你 真的吗 当然 我熬夜在网站上抢的 手机里还有记录 要不我给你看 不用不用 你把票给我吧 多少钱我扫你 三百二 你给我三百吧 付款保到账 五百元 这是不缺钱的主啊 谢谢了 是我谢你才对 咱们里面见吧 帅哥 谢谢啊 要没有你的票 我估计就进不来了 我三百二买的票 五百卖给了你 我该谢你才是 你叫什么呀 是魔独本地人吗 叶川 外地人 我叫柳依依 你好 接下来这个环节 我会请台下的一位粉丝 上台来演唱我的一首歌 要是能完整地唱完一首歌的话 我会把我的第一张 珍藏版专辑送给他 这张珍藏版专辑 全国仅发行了一百张哦 我会让灯光老师随机打一束光 在观众席上 我背过身属实下 灯光照到谁 我们就请谁 就上台好不好 灯光老师请准备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现场有一万多人 这也能抽到我 这难道就是穿越者的棒 请我们的幸运儿上台来吧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叶川 你听我的歌几年了 我是和女朋友在一起后 才听你的歌的 原来是陪女朋友来的 那你今天想在这个舞台上 唱哪一首歌 我 抱歉 我能唱我自己的歌吗 你自己的歌 你也是名歌手吗 我毕业魔读音乐学院 只是会写歌而已 不算什么歌手 好啊 没想到 我们今天还抽到了一位原创歌手 那舞台交给你 如果唱得好的话 那张珍藏版专辑就送给你了 加油哦 这家伙是来砸场子的吗 还说自己不是歌手 没一件 没想到他唱歌这么好听 我只想看看你怎么圆 你难过得太表演 像没天赋的演员 观众一眼能看见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 掩饰而不见 在比一个最爱你的人 举行表演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 水影时代的改变 看那些拙劣的表演 可你曾经那么爱我 干嘛演出细节 我该变成什么样子 才能延缓延全 原来当爱放下放背后的这些 那些 才是考验 兄弟 你的唱功在我看来 已经超过了许多知名歌手了 你跟我说实话 你之前到底有没有发表过作品 真没有 我昨天刚和女朋友分手 这首歌是我分手之后写的 今天是第一次唱 那你能告诉我 你女朋友为什么跟你分手吗 因为我没钱 那现在站在舞台上 你有什么想对你前女友说的吗 我没什么要对她说的 喜欢她是我瞎的眼 哈哈 你女朋友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大神 你刚才在台上唱的那首歌 真是你自己写的呀 不然呢 厉害厉害 你这歌猴去参加个什么选秀 绝对能从千军万马中杀出重围 嗯 我打算明天就去公司办离职 然后就去参加选秀节目 真的假的 真的呀 哈哈 那你到时候给我说一声 我一定给你打绑去 那你慢慢看 我先溜了呀 你去哪呀 待会演唱会结束 地铁站肯定爆满 反正现在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我先回家睡觉了 大神 你上热搜了 你真的要火了 啊 我可能是运气好吧 你下午是不是要去录歌 我去接你 我附近就有一家录音棚 大小姐 你图什么呀 提前蹭热度不行吗 别废话 发地址给我 柳依依今天可是周一 你没事干嘛 没呀 我刚毕业 本来是想去上班的 结果我爸不让 你爸不让 我爸手底下有好几家公司 好吧 家里有矿 两位是来录歌的 他一个人录 好 你可以先进去试一下音 不用试了 我们直接开始吧 简单点 简单点 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低情的情绪轻省略 你又不是个演员 别舍弃那些情节 每一件 我只想看看你怎么远 你难过得太表面 像没天赋的演员 观众一眼能看见 我帮人录过无数首歌 你这首歌在我心里能拍第一 真的 谢了 麻烦帮我把文件导到U盘里 我们这是按照时间收费的 如果没超过时间的话 也是按照一小时收费 现在才过了二十分钟 你要不要再录一首 那就再录一首吧 如果有人在等她 拨弄她的头发 思念刻在强火哇 如果感情会挣扎 没有说的如鸦 把挽回的手放下 镜子里的人说假话 微信的样子你决定了吗 撞龙或者坐牙 如果我先说话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 剩不多也不少 爱能忘掉 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 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 不过我们拥抱 就挽回不了 用力爱过的人 不该计较 大神 你准备什么时候发布这两首歌啊 晚上我回去再看一下 演员可以直接发 刚刚好 我回去还得再看看 我马上就到楼下了 我没带钥匙 你在家吗 我现在在外面 马上回去 你前女友 嗯 柳依依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什么忙 假装我的女朋友 我只是想让她知道 我和她分手后 我过得很好 演戏吗 我最在行了 走 让我看看你前女友什么样 静静 你之前就住在这种地方 毕业后 我就一直住在这 我工资低 所以只能和叶川一起合租 静静 你放心 我不会在意你的过去 叶川 这个就是你前女友 是的 挺漂亮的吗 叶川 她是谁 我女朋友 你 我们昨天晚上才分手 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有女朋友 她到底是谁 怎么 就允许你在外面找别的男人 就不允许我分手之后找女朋友吗 收拾完行李 就走吧 以后别再联系了 好了 上船成功了 没想到这么快 网上就已经有人翻唱了 现在是流量的时代 谁都想蹭热度 你上船之后 就打算不管不顾了吗 不然呢 作为热搜的主角 你发个视频宣传一下 不就有人来听你的歌了吗 可我斗音从来没发过作品 一个粉丝都没有 你发吧 我帮你转发 我可是有六十多万粉丝的穿搭博主 看不出来啊 有点厉害 柳依依 天色不早了 你还不回去吗 喂喂喂 你什么意思啊 我刚帮完忙 你就要赶我走吗 过河拆桥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我是怕你一个女孩子 太晚回去会不安全 我可没赶你走 你也看到了 我这就一张床 你要是留下来 变态 我想说的是 你要是留下来 我就得睡地上了 喂 罗总 昨天晚上有个人在宋佳伦的演唱会唱了一首歌 今天一大早那首歌就上了热搜 总之你快回来吧 好 我现在就回去 这点破事还要去公司开会 我真是服了 这年头冒出一两个走运的网红不很正常吗 总结 总结个屁 我来看看是哪个幸运儿走红了 这人唱的还挺好听的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能成个网红了 不会的 不会这样的 静静 你怎么了 昨天那个走红的人 是叶川 静静你放心 你后面参加女团选秀 一定会比她红的 柳依依 我发给我做的第二首歌给你 你帮我听一下 给个评价怎么样 你倒是发给我啊 大神 请收下我的膝盖 真的太太太好听了 我再给你拍条抖音吧 行 我去找你 咱们现在开始拍吧 怎么拍 你轻唱一小段就好了 就唱副歌部分 我觉得那段挺好听的 你家不是有钢琴 我编弹编唱好了 如果有人在等她 拨弄她的头发 思念刻在讲火话 如果感情会挣扎 没有说的如鸦 把挽回的手放下 镜子里的人说假话 微信的样子 你决定了吗 没想到这家伙还挺上镜的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 剩不多也不少 爱能忘掉 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 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 不过我们拥抱 就挽回不了 用力爱过的人 不该计较 怎么样 还行吧 嗯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那我发了 好的没问题 您好 是叶川先生吗 你是 我这里是企鹅视频璀璨之子选秀综艺 在逗音上看到您的视频了 您有兴趣来参加我们节目吗 没问题 我可以参加 叶先生 麻烦加下微信 我会将录制的时间 闭脸和酒店发给你 柳一 企鹅视频的人找我了 让我去参加 下个月开始录制的 璀璨之子 真的吗 真的 太好了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能不能出道 就看这一次了 加油 祝你马到成功 柳大小姐 一大早什么事 你明天是不是就要去鹏城准备录节目了 嗯 你傻呀 你在拍个视频唱首歌 告诉你的粉丝们 你马上就要去参加节目了 让他们给你应援啊 不用这么麻烦吧 别废话 你来找我 你准备选哪条赛道啊 什么选哪条赛道 你难道还不知道璀璨之子的赛制 我就看了一下预告片 具体的我还没看 算了 还是我跟你讲讲吧 璀璨之子一共七期节目 前面两期算是海选赛 81个选手分别在三个赛道进行考核 三条赛道的老师有一票否决权 两期节目之后 会从每个赛道里面选出九个人晋级 如果你选择了璀璨真音赛道 那后面比的就是单纯的唱功 如果你选择了璀璨独秀赛道 那比的就是原创能力加唱功 如果你选择了璀璨梦幻赛道 那比的就是唱跳舞台效果 最后一期就是直播录制 总之就是剩下的人 每个人表演一场 由看直播的观众进行网络投票 票数最高的九个人 获得和经纪公司的签约机会 排名越高的选手可选择的签约公司就越多 厉害 我服了 要不是我现在还没有出道 指定聘请你当我的助理 让我当助理 哼 你想得美吧 厉害 我服了 要不是我现在还没有出道 指定聘请你当我的助理 让我当助理 哼 你想得美吧 对了 飞机票 我帮你买好了 不用谢我 刘大小姐 你让我有种被包养的感觉 是吗 让你尝尝被包养的滋味 买衣服去 毕竟要参加节目 请问是参加璀璨之子的选手吗 是的 好的 请跟我来 这就是你的房间 我们节目明天晚上八点钟开始录制 你今天可以早点休息 谢谢 怎么样 你那边是不是有很多帅哥啊 没 就遇到了两个 我跟他们又不熟 点了个头 就算打招呼了 明天比完了记得告诉我结果哦 会跟你说的 那你先忙吧 我再去睡个回笼觉 摄像组就位 技术组就位 统筹组就位 各部门注意 倒计实时 有请下一位练习生 叶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你被淹没 你拿起酒杯 对自己说 一杯进照样 一杯进月光 放心我的向往 温柔热寒暢 于是可以不回头 等你一风飞翔 不怕心头犹豫 眼底犹霜 一杯进故乡 一杯进夜方 守着我的声量 随着我成长 所有难卑的路从此不再漫长 灵魂不再无处安放 我研究歌词这么多年 这首歌听了我都有想拜你为师的冲动 跟我说说吧 这首歌是你在什么状态下写出来的 我能听出来你的歌声里有故事 这首歌是我和我前女友分手时候写的 从脑海里有灵感 到整首歌写完 也就用了半个小时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如果他都不能直接晋级的话 那之前晋级的那些选手就全部得重赛 你晋级了 大早上的叫唤什么呢 晋得急而已 有必要这么激动吗 叶川 你可以吗 我还以为你会被淘汰掉呢 我可让你失望了 我不仅晋级了 倒是还很看好我 乖女儿 爸爸下午就回魔都了 你准备一下 晚上爸爸带你出去参加个晚会 不想去 听话 今天晚上是你刘叔叔的生日 魔都很多年轻有为的小伙子都会参加 你正好 老柳 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想让我去相亲 我不去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 整天窝在家里 男朋友能从天上掉下来啊 我们一会儿就到你呢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谈恋爱结婚这种事不用你们操心 挂了 依依 你刚才在电话里说的事是真的吗 你真有男朋友了 嗯 有了 他叫叶川 多大了 现在做什么工作 他刚从一家公司离职 现在还没找到新的工作 什么工作倒是不重要 最关键的是要人品好 反正不管他什么工作 什么家庭背景 他再有钱也不会比我们家有钱 依依啊 什么时候把你说的男朋友带回家 让老妈看一看 给你把把关 他现在不在魔都 依依啊 你是不是在骗老妈吧 那你现在给你说的那个男朋友打视频 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 柳依依 这是边上有人 在干嘛呢 在吃饭啊 在吃饭 还跟我打电话 我这不是想你了吗 宝贝 等我忙完手里的事 就回魔都找你 那你快点回来哦 嗯 我先去吃饭了 晚上再和你聊 怎么样 我没骗你们吧 等他回了魔都 你带他回家让我们见见 晚会快开始了 那我们就先过去了 感谢大侠救命之恩 我看你姐妹弄眼的就知道情况不对 刚才你爸妈就坐在旁边吧 可不是吗 你要是说漏嘴了 我可就完蛋了 你也真够可以的 事先也不打个招呼 就拿我当挡箭牌 等你录完节目 还得再陪我演一场戏 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字面意思 我妈让我带你回家 他们要见你 我去你家见家长 柳依依 你疯了吧 你才疯了 我爸下的命令 我能有什么办法 可我一点经验都没啊 废话 我有经验啊 眼前的这个男人 穿越重生 靠一手演员 我抱拳 星亿啊 是我 郑松 有件事你要帮我一个忙 郑经理 什么事呢 你能不能帮我淘汰掉那个叶川 我跟你明说吧 我跟他之前闹了点矛盾 我不想让他在这档节目上走很远 所以 可是郑经理 第三期节目只会淘汰一个人 就算我赢了他 以他的实力 也不太可能会被淘汰 星亿啊 你的实力我是知道的 就算不能让他淘汰 但只要你能赢下他一场 这个人情我也会记住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选择他做我的PK对手 还想通过参加综艺节目翻身 你以为我会给你机会吗 土鳖 接下来请按照顺序 向你们想要PK的对手发出挑战 我想挑战叶川 东黄娱乐的人是吧 待会儿 可别怪我手下不留情 云河的洲际难来北望 牵着白回过长江 北股楼遥望 西京都的过往 看不尽满眼风光 江山烟雨 洒落悠悠江南 明天何时照我还 风桃千万里 已经山水连天 却似江心已堕连 唱得太好了 如果他是我这一个赛道的选手的话 我一定会给他晋级的 这首歌写得确实不错 不过唱功还有待提升 有好几个地方的转音 还是有一点点瑕疵 徘徊着的在楼上等 你要走吗 那也曾是我的模样 那也曾是我的模样 沸腾着的不安着的 你要去哪儿 沸腾着的不安 迷洋的沉默着的 故事你真的在听吗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人山河大海 我曾经拥有这一切 转眼都飘散如烟 我曾经失落失望 失掉所有方向 直到看见平凡 才是唯一的答案 叶川 我服了 这首歌我是真的服了 张星逸 对不起 虽然你那首歌唱的也非常不错 但这一场我会让叶川晋级 我这首歌竟然都输了 叶川 这首歌是你什么时候写的 我读大学的时候 天才啊 要不是我出道早 说不定今天站在这里的就是你了 哈哈 刘大小姐 我又晋级了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下一期挺有意思的 是命题考核 这会儿 我身边这些选手都在发愁呢 命题考核 嗯 导师出题目 我们这条赛道的人 根据题目来创作 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一周之内写出一首歌 那你能行吗 看不起谁呢 我分分钟写出一首歌好不好 吹吧吹吧 使劲吹吧 不早了你先睡吧 我洗完早也睡了 晚安 晚安 星逸 叶川被淘汰了吗 狗东西 要不是你 老子怎么会选叶川当对手 被虐这么惨 输了 你怎么可能会输给他 到底是什么情况 郑经理明天看完节目就知道了 叶川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注意看 这个男人穿越平行世界 一首演员秒杀专业歌手 叶川 你真的火了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你要是每一期都拿出这种水平 别说前九 冠军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 我上节目本来就是为了冠军来的 就只有一星期的时间 你还不抓紧 你别以为你那首平凡之路唱得好 之后就可以放松了 我跟你说 我说刘大小姐 你年纪轻轻的 怎么就这么啰嗦呢 我看谁以后 要是娶了你 指定的到八辈子没 写的歌听上去倒有几分国风味道 类似 少年 黎愁 青丝 相思类 素黎商 琵琶 芭蕉 酒 断肠 这种好像挺文艺的词语 强行拼凑在一起弄出来的歌词 下面我们有请独秀赛道 最后一位选手也穿上台 苏白勾勒出情话 被风浓转单 凭声描绘的木炭 一如你着装 懒懒疼香 途过窗 心事莫了然 裙子上走壁只此刻一半 有色悬烂 是你蜜蜜 云未必思藏 和你炎然的衣装 就像如汉堡台房 你的每一缕飘散 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天井在等你 而我在哪里 七夜渺渺升起 隔江千万里 在冰地树干里 房间照的飘影 就当我为人遇见一封梦笔 天井在等眼里 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 拎开了结局 如城市的精华 在自顾最美丽 闭眼的笑意 卧槽 节目组从哪里找来的神仙 这种词我写不出来 我也感觉我没有资格当他的导师 这首歌别说给我一周 给我一个月 一年 我都写不出来 怎么没有掌声 这首歌当年可是杀疯了 万分是100分的话 这首歌在我心里能打101分 青花色的旋律无可挑剔 我也给你10分 这首歌的词真的太绝了 比如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看着好像前后不搭 但大家要知道 天青色是乳窑的颜色 想要烧制出天青色这种漂亮的颜色 就必须要等到雷雨咒雨才能烧制出来 天青色等烟雨 后面又接了一句 而我在等你 一下子就把意境给写出来了 我也给你10分 睡了吗 睡了 我这边录制结束了 友情提示一下 第四期播出来 我可能会活 切 我才不信 我要是斗银粉丝100万了 你请我去摩都 最贵的餐厅吃饭 我要是没到100万 喜听尊便 我接了 对了 我明天要跟闺蜜聚会 好的 玩得开心点 晚安 晚安 一一一 你怎么才来啊 嗨 美姐 好久不见 一一 我最近打算创办一家经纪公司 你也知道 我爸手里有个院线 认识不少圈内的人 美姐 你打算签谁啊 你最近有看企鹅视频的那档璀璨之子吗 我看中的就是叶川 她没有签公司 如果我给的筹码合适的话 我想她应该会答应 美姐 叶川 她 她是我朋友 她人还可以 你说她是你朋友 她该不会是你的男朋友吧 什么呀 就只是朋友而已 别胡说 一一 要不你现在打电话试试她的口风 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 再约她见面 好吧 柳大小姐 找我有什么事啊 那个 你有想好签哪家公司吗 还没有 你好啊 叶川 我是一一的闺蜜吕梅 是这样 我刚回国创办了一家经纪公司 要不要找个时间聊一聊 我顺便带上一一去找你 这个 资源方面你不用担心 我爸是星光院线的第二大股东 我还收购了一家经纪公司 那找个时间聊聊吧 好 那就先这样 再见 再见 注意看 这个男人穿越平行世界 靠选秀出道 你们两个谁先来 如果谁都不想先唱的话 那就猜拳决定 我先唱吧 清理处先到一旁等候 叶川 请开始你的表演 小鸣飘着的痕迹 来出这站的街 你可竟有些犹豫 不仅笑着今生情节 人无可避免 爱着黑的天 依旧那么暖 我追击了从前 从前出世这世间 万般留恋 看着天边 似在眼前 也甘愿普通到不去都太一遍 如今走过这世间 万般留恋 翻过岁月 谁不用贪恋 做不及放闯 闯入你的笑颜 我曾难堆把 与世界之大 也全力与其中梦化 不得挣扎 不作挣扎 不去笑话 我曾将青春翻涌全塔 也曾指尘探出山下 心者所动写 就虽然去吧 你的光行走 任风吹雨打 这家伙根本就是更棒了 恐怕谁来都得输 不出意外 等《璀璨之子》结束后 他就会一步步成为国内最红的歌手 依依 你有20分钟时间 7点半我去接你 这么早 8点过去 两个半小时 在开车去夜川那边 正好差不多饭点的时间 你们要是谈崩了 别怪我呀 我可不掺和这事 依依 我实话跟你说吧 只要你男朋友提的要求 别太过分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都会接受 梅姐 什么男朋友啊 你别乱说 吕梅 电话里已经跟你聊过了 你好 夜川 我在电话里说的是 你考虑的怎么样 我上璀璨之子 依依帮我很多忙 你是依依的闺蜜 按照道理 我应该和你公司签约 但这件事关乎到我未来的发展 我不好轻易做决定 我这次来就是和你商量的 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 那你先告诉我 除了你电话里说的那些 我签约你们公司的话 对我来说还有什么优势 我们公司刚成立 如果你选择签约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肯定会尽所有资源包装你一个人 一个 如果你能说出三个优势的话 我就可以和你谈分成的事项了 另外 我爸手里有条院线 通过这层关系 以后你跨界去拍电影或者电视剧 我都可以给找到资源 而且是比较好的资源 第二个 依依也是我公司的股东 如果你签约我们公司的话 他也是你的老板 这是我们公司最大的优势 不 什么时候 成立公司股东了 好吧 那我们谈谈分成的事 一年之内六四分成 一年之后 根据你在圈内的咖位 重新调整 你觉得如何 半年吧 节目结束后 我就会发一张专辑 这张专辑 应该足够让我躋身二线 就按你说的来 这半年内 公司给你提供一切资源 包括你的衣食住行 那就麻烦帮我找一个近一点的房子 我喜欢安静 祝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你们先吃 我去个洗手间 我和你闺蜜签约 都是看在你的面子上的 那我是不是该谢谢你 你们什么时候回去啊 梅姐让我跟着一起来的 梅姐什么时候走 我就什么时候走 还以为 你们会在鹏城待两天呢 她 是在挽留我吗 叶川 你大概什么时候能录完节目 昨天录了第五期 下周第六期 不出意外第七期 要过两周才能录 大概六月二十号左右吧 有什么事吗 你妈她真以为咱们 你录完节目跟我回趟家吧 要不然我爸妈肯定会 会让我去相亲的 就当是江湖救急 好吧 我就当你答应了呀 嗯 回去早点睡吧 晚安 晚安 孩子他爸 我跟你说件事 今天小刘来店里买水果的时候 跟我说了一句 咱们家小川上电视了 我当时没当回事 可下午文琴来店里的时候 也跟我说了这事 咱们家小川难不成真上电视了 这孩子两个月都没打电话回家了 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到底怎么样 妈 马上端午节了 我哥没说回不回家吗 你以为你哥还是在读大学啊 端午就三天讲 回家一来一回就得折腾一天 火车票也要不少钱 回来做什么 这话也不早了 孩子他爸 你给小川打个电话 问问他最近怎么样吧 要打你打 哪有老子打电话关心儿子的 我来打给哥 哥 你在哪呀 怎么跟你之前住的地方不一样 哥在酒店里 哥哥你是出差去了吗 啊不是 爸妈在旁边吗 爸 妈最近家里还好吧 挺好的 你在外面怎么样 我辞职了 不过爸妈你们别担心 我现在再参加一档选秀节目 马上就要比到决赛了 最近已经有经纪公司 找到我跟我商量了签约的事 以后我赚的钱 肯定会比在之前的广告公司要多的 哥 你太厉害了 那你以后是不是要成明星了呀 你高三好好学习 争取考上交大 以后哥养你 哥 你上的什么节目啊 企鹅视频的璀璨之子 哥 那就先挂了吧 我要去看你上节目的样子 当你走进这荒乐场 悲伤所有的梦与生 是哥哥 真的是我哥 月儿 你歌唱的怎么样啊 哥哥真是太厉害了 爸 妈 哥哥以后一定能成为大明星的 联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新歌榜了 如果我没有预料错的话 这首歌的live版本出来之后 肯定也会登上新歌榜 甚至是热歌榜 我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你每次都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我先给你10票吧 我想这不会有人有意义 目前张欣逸的人气排名是第二位 竞技前九肯定没有问题 那个排名第一的夜川什么来头 我打听过了 他是以个人的身份去参加的这档节目 目前没有签约公司 一个素人的人气竟然这么高 不管总决赛结果如何 郑松 你想办法 让夜川签约我们东方娱乐 这个 公司竟然还想签夜川 万一他真的来了公司 那不就是在打自己的脸吗 领导要是知道我们三个人的关系 恐怕也会吃不了兜着走 很为难 展现你能力的时候到了 好的 领导放心 对了 璀璨之子总决赛可以请帮唱嘉宾 张欣逸想把他在XM公司时期的那几个练习生 找过来帮忙 那你安排吧 培养张欣逸公司花了不少钱 今年无论如何都得让他出道 注意看 这个男人 凭一手像我这样的人一战风神 欢迎大家收看由程志源银品冠名播出的璀璨之子 我是主持人张阳 依依 你男朋友请了谁帮唱啊 夜川不是我男朋友 我也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没有告诉你 他为什么要告诉我 依依 你别装了 你的帮唱嘉宾呢 不需要 你知不知道最后一期节目看的是网络投票 别的选手都请了帮唱 有的还请了大明星 你一个人怎么跟他们比 没关系 就算没拿到第一也没事 像我这样废话 像我这样庸俗的人 从不喜欢装深沉 怎么偶尝听到老歌时忽然也慌了身 像我这样懦弱的人 你还见过多少人 凡事都要留几分 不敢平凡的人 像我这样傻的人 像我这样傻的人 像我这样不敢平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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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有多少人 依依 你的男朋友好帅啊 依依 你们到底有没有在一起 没有在一起的话 我都想追他了 去去去 给本小姐滚一边去 爸妈 你们看到了吗 哥哥是第一名 哥哥他是第一名 请大家之后继续关注我的作品 谢谢 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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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静一静 听我说 我今天真的有些累了 待会还要赶飞机 签名的话 能不能算了 我们大家拍的合照系吗 大明星 你好啊 我是依依的闺蜜秦宇涵 大明星 我是依依的闺蜜程婷婷 你什么时候回摩托啊 我们家依依要 给你准备一个庆功宴 是啊 是啊 我们家依依已经等不及要见你了呢 你们好啊 叶川 你别听他们的 你们这群婆妇能不能不要乱说了 我先回趟家 把家里的事安排好 过几天就回摩都 几位大小姐 别叫我大明星了 小的承受不起 大明星不要谦虚啊 就算现在不是 以后也肯定会是 这群里的人都是你的小粉丝哦 嘻嘻 叶川 公司打算明天一早发布和你签约的消息 你那边有问题吗 之前不是说公司名字没定好吗 现在定好了吗 是的 一川经济有限公司 美姐 你没开玩笑吧 公司真叫这个名字 没错 你大概什么时候回摩都 24号 美姐 让一一去接就好了 是啊 到时候我们还要给大明星开庆公宴呢 你们两个狐狸精给我安分一点 又不是春天 发什么浪 我到机场了 先这样吧 各位回头再聊 一路顺风 谁啊 爸 是我 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啊 我那边结束就直接坐飞机回来了 先回家里待两天 之后我就要赶回摩都 忙手上的事了 小川 你怎么这么晚回来 吃了没有啊 要不要妈给你煮碗面条吃 妈我吃过了 不早了 你们先睡吧 我洗个澡也睡了 那你快上楼洗洗睡吧 妈 今天怎么这么丰盛 你哥昨天晚上回来了 我哥回来了 你这丫头要干嘛 你哥昨天晚上两三点才回来 你别吵醒了他 吃完你就上学去 中午又不是不回来 好吧 妈 爸呢 你爸一大早就上班去了 爸要不好 你让他别做了 我现在能挣钱 月儿上大学的事也不用你们管 你爸也才五十岁出头 哪能这么快就退休 要实在闲得没事 就让爸跟你一起卖卖水果 两个人一起也好有个帮手 小川 你跟你之前谈的那个女朋友怎么样了 分手了 他甩的我跟一个有钱的男人跑了 不过也正是因为他跟我分了手 我才去参加的节目 要不然我还在之前的公司 朝九晚九的上班呢 哥哥 月儿你回来了 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今天我去学校 都有好多同学在议论你呢 你跟他们说了 没啊 要是跟他们说了 他们以后肯定天天烦着我 我才不想让他们知道 你是我哥呢 嗯 先吃饭 哥赚钱了 明天带你逛街去 好啊 注意看 这个男人穿越贝绿 一手演员火爆全网 某英千金 更是对他一见倾心 亲爱的依依 你动身了吗 在路上 梅姐 他们两个狐狸精也在车上吗 可不是吗 这两个小破妇 一大早就来我家了 我待会儿把房子的位置发给你 你接到叶川 直接先送他回去休息吧 好的梅姐 大明星 你好啊 我是程婷婷 大明星 我是秦雨晗 你以后跟家家一样叫我雨晗就好 你们就喊我名字吧 一口一个大明星叫得我头皮发麻 好呀 大明星 好了 人已经看到了 可以回去了吧 两位八卦的大小姐 依依 晚上有安排吗 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有安排 什么安排 跟你们没关系 好吧 咱们也别打扰他们二人世界吧 依依 注意安全哦 拜拜 叶川 六点 你和我一起去个地方 去哪 去见我爸妈 今天晚上吗 嗯 就今天晚上 可是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你要准备什么 新女婿 第一次上门 是不是该买点 什么东西呢 讨厌 什么新女婿 真的不用 那你之前跟你爸妈说过什么 有关我的事 晚上别露线了 也没说什么 不过他们不知道你参加综艺节目去了 我说你在外面出差 他们要是问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就说你在美姐的公司工作就行 那你爸妈会不会以为我是个吃软饭的 到时候给我脸色看 我爸妈没你想的那么恐怖 他们又不吃人 柳依依 我帮完你这个忙 你可欠我一个大人情啊 你打算怎么还 你想让我怎么还 包养我爸 好啊 你现在能告诉我 你爸是做什么的吗 我 我爸他 他是自服跳动公司的轮值董事 什么 自服跳动 头条 豆音西瓜视频 都是你爸公司的产品吗 自服跳动 现在有五位轮值董事 我爸只是其中的一个轮值董事而已 他一个月最多当一星期的董事长 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个 我现在走 还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 是不是依依回来了 回来就回来 你这么紧张做什么 能不紧张吗 今天是女儿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 你说这刘姨昨天不请假 明天不请假 天天今天请假 我都已经好几年没下过厨了 待会儿做的饭菜能好吃吗 要不还是出去吃算 哪有未来女婿上门 还要去饭店吃饭的道理 妈 我们回来了 阿姨好 你好啊 快进来快进来 叔叔好 坐吧 你是叫叶川 今年多大 二十六 家里几口人啊 我还有一个妹妹在年高中 好的 你们先聊 我去给你们做饭 妈 刘姨呢 刘姨她家里有事 今天请假了 妈 你真要自己下厨啊 小梅那孩子我见过 她愿意跟你合伙开公司 说明你的能力应该也还不错 爸 你这是要查户口吗 我们晚饭还是出去吃吧 要不我来 这不太好吧 没事的 阿姨 咱们这样合适吗 都已经这样了 还能怎么办 依依 去 把菜端到桌上去 依依 依依 听到没有 妈 耳朵要被叫聋了 小叶这孩子 怎么样 还行 具体人体 能力如何 还得多接触 接触才知道 我也觉得不错 你想啊 咱们家依依除了长相之外 一无是处 这年头想找一个长得还行 又能照顾人的男生 可不简单 我越看越觉得 咱们家依依和小叶有夫妻像 发什么呆 你倒是说话呀 你连夫妻像这三个字都说出口了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看你是巴不得一一明天就和小叶结婚吧 也不是不行 我看人的眼光很准的 是挺准的 老爸老妈 可以吃饭了 来了来了 小叶 真是不好意思啊 你第一次来家里 竟然还要让你做饭 阿姨 没事 做饭本来就是我的爱好 吃饭吧 小叶 来 吃块鸡 小叶 来 吃块鱼 谢谢阿姨 小叶 你老家哪的呀 干省九江市下面的一个小县城 小叶啊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只要你对一一好 别的都是小事 阿姨放心 我一定会对一一好的 小叶啊 你现在住在哪里 要不搬到一一那里一起住 毕竟一个女孩子 我们也不放心 妈 他们得是让他们自己看得办 你瞎操什么心 我这不是想早点抱孙子吗 妈 你还说 妈不说了 妈不说了 时间不早了 你们早点回去吧 路上注意安全 知道了叔叔 以后常来家里玩 走吧 好的 阿姨 怎么样 今天表现还可以吧 特别棒 真的太谢谢你了 我先送你回家吧 还是一起去你家吧 去我家干嘛 这么晚了 讨厌 你想什么呢 你先送我回去 自己怎么回去呢 好吧 大小姐 都听你的 注意看 这个女人为了出名 抛弃了相恋五年的男友 如今男友一战成名 怎么可能 怎么会是她 我不相信 怎么了 静静 璀璨之子第一名 是叶川 都是你的错 当初让我离开叶川 说会让我出名的 你放心 静静 我不会让她继续红下去的 我不甘心 叶川凭什么一炮而红 叶川 介绍一下 这是我给你找的经纪人 杨岚 岚姐好 以后多多照顾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美姐 我想做叶川的助理 大小姐 做助理很累的 你确定 确定 我现在可是公司的小伴的老板 为了公司的发展 我一定好好努力 大小姐 你开心就好 叶川 我们来通告了 华夏有嘻哈办决赛 就想请叶川过去当评委 除此之外 他们还需要叶川在中场的时候唱一首歌 你跟他们谈的通告费是多少钱 如果叶川唱老歌的话 只给八十万 唱新歌的话 通告费就给一百五十万 没想到这么快就来火了 有一百五十万的火 当然 干一百五十万的火 刚出道 在节目多露脸 对我也有好处 蓝姐 那行程就由你来安排 依依你不是要给叶川当助理吗 那这次你就跟着一起去吧 去就去 谁怕谁 太过分了 简直太过分了 怎么了 蓝姐 叶川 我刚得到消息 他们让你压重 这几个舒畅的选手 粉丝都不少 不管淘汰掉了水 他们的粉丝肯定会攻击作为新人的你 没事 说不定不会出现平票的情况呢 希望吧 如果出现平票情况 一定要安抚好选手粉丝 我知道了 蓝姐你也别太担心了 欢迎大家来到 华夏有嘻哈半决赛 掌声有请我们的评委老师们 首先上台的是 来自CSC场台的徐华 华子 CSC场台的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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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分得最清楚什么你的我的他的 但音乐还是扎的 却说没差的都快回家吧 在这最关键的时期 既然你说你打了 那就用我音乐把今天的现场账 我希望你们能够毕业聆听这首歌的真心 而我也将迈过人生最重要的时期 都说人生没有通往成功邪性的直日体 正义如此永远别对自我产生质疑 如果怕怕被骂 只管往前走吧 当你永远离开人们身边 只有声音会流撒 因为没了承诺 所以人心跟得冷 我也不算无可奈何般的无止境的等 所有一点也不意外 我习惯你的底 赖我亲眼目睹你的离开 互相没了依赖 一点也不奇怪 本是充满期待这场意外 导致谁的信任笔操怎么尝试替代 歌词一半中文一半英文 华夏这两个字体现在哪呢 有请我们的选手江兵 我要从南走到北 我还要从北走到黑 我要人们都看到我 但不知道我是谁 看我的鞋儿也破 我的毛儿也破 看我的袈裟也破 但我心比你干净的多 有钱过有欲红 我毛有欲红 反正偏低少附近的野草 还有扑灭的野火 如果我没猜错 你也肯定没卖过 你想要真心的火 可是实在这世界不真心你太多 于是你忘记了童年的书 学会了通融和物 学会了一切不在乎 因为这里的神经病太多 来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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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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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倘若心目雜念方能夠修正真夠 從前臨廢土現在也要斬搖主謀 或許才能遇到你呀 僅僅是入狗 我都開落亂是因為我滿身累後 嘿 昨日不考好用逗 前進了三八一不怕死 反正我傻子都沒得 人生暫時那會一輩子沒曲解 開路里先鋒要打破就離鬼賊 BCTI屏幕夜光不再重 鬼鬼鬼 纯中文说唱 但是居然加了電音 你特么是皮卡丘吗 这还要加电音 这是对自己的声音多没自信啊 感谢两位选手的精彩表演 现在进入我们的投票环节 我就知道是这个结果 我投给江兵 叶川 你为什么要投给江兵 请给我们一个理由 其实这两位选手的表演 我都觉得一般 无论是歌词还是编曲 在我这都挤不了歌 我之所以投给江兵 咱们节目毕竟是叫 华夏有嘻哈 一首歌大部分都是英文 我觉得拿到这个舞台上 唱不太合适 那个评委是谁呀 说这种话 好像是前段时间某节目的冠军 真是什么牛鬼蛇神都来当评委了 娱乐圈的人还是老老实实会娱乐圈发展吧 说唱圈也是有门槛的 不是谁想来就能来 下去下去 恭喜我们的江兵成功晋级 接下来让我们以热情的掌声 有请叶川为我们带来一首他的原创歌曲 麒麟 我声音大喜 我行的正 当他都是徒弟 他到大宝都不怪一子写 弄我心里 就不看在客丝里面 自由结果当中 终究目的几次写 我们八派 都在过更多 甩个招 不管你再贯的招 就不负债的爱 看着这张牌 怎么站在这 这费怎么都快得到 谁的江湖 三个鲜血 我就没了你再相处 只亏让扑吧 倒给你上堂课 下课再正当 无恙烈日 分了你的拙替 你又何必害怕不虔诚 我只有一口气 以前开天门 也叫醒我 我不认夺 伤为了下生活 也讨厌我 就认证过 也无作 也叫醒我 我不认识过 成为阁下生活 也认识越过 就认风过 也不错 写断了笔 让写风折断了棋 胡销的掠过 全部是内坛 欲乱的泥 进不起白脸成钢 进不起岁月到大漠成乡 进不起跌火 也进不起三倍怎么收到 走前被打杀的层房 一个人一把剑 一壶酒一步一脚 银茶一无论天 一口气一股精一把火 烧进了黑暗 尼布的深渊 让此刻记住我 刻在了铁上的豪言 那这挺座位 都难给我做个胜 看我烟火燎绝 天下风云出国辈 几入江湖岁月推 黄巢霸夜谭笑中 无限人生 进场队 大神啊 这歌词 这节奏 疯神了 我说回我刚刚说的话 还来得及吗 这哪是来当评委的 这分明就是来打场子的 卧槽 这歌词 这flow 这可不是外行啊 后面的选手压力山大了 真是扎场子的一首说唱 现在有请我们后面的选手 继续表演 叶川 可以吗 刚才在台上 你有那么一点点帅哦 你确定只是一点点 给你点阳光 你就灿烂 蓝姐 现在应该没事了吧 没事了 说不定这个节目播出后 叶川还能吸一波粉 刚才那场表演 靶场上场下的人都震住了 幸好你的表演乍起来了 看到第三场 你给他们投票的时候 我和蓝姐都吓傻了 我准备了两首歌 如果没有平局的情况 我不会唱麒麟 主要还是让他们知道 我是有实力当导师的 叶川 华夏有嘻哈节目组打电话来了 估计是邀请你继续当总决赛的评委 蓝姐 你先不要同意 就说我 接下来有安排 先看他们怎么说 总之先不要轻易答应下来 导演 你好 是这样的 叶川的表现 我们很满意 总决赛 还希望他能来当评委 哦 是这样啊 可是我们叶川下周六 有安排了 叶川现在是新人 多在我们这种 有流量的节目路连 可以增加知名度 但是总决赛 只能唱流行歌曲 毕竟不能抢了 我们选手的人气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再看看 明天再给你答复吧 他们是觉得 半决赛播出后 我这首歌会火 总决赛请我过去 单纯是想蹭热度 专门指定我唱流行歌曲 就是不想让我的表演 压过总决赛 那四名选手 节目组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啊 那你怎么打算的 通告费提到两百万 他们答应就答应 不答应就不去 可是 现在多多落脸 也是一个好的机会 蓝姐 这机会也是 叶川自己争取来的 她要是今天没表演好 那节目组 也不会继续找她 你就听她的吧 导演你好 我们商量过了 通告费需要两百万 一个新人 刚出道就涨通告费 真把自己当跟聪吗 你告诉她 她不来就算了 我们请别人 现在这圈子里的新人 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 刚出道就慢提要价 把老子给恶心坏了 蓝姐 接下来一个星期 我要再加洛哥 没事的话 别让人打扰我 好的 你安心路哥 剩下的我来安排 诺 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就每样都买了一点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 蓝姐让我过来的 说是让我帮忙 点多外卖什么的 别让人打扰你 总之 就是过来给你当保姆的 你这弄得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可没看出 你有哪里不好意思 哈哈 你吃了吗 废话 当然没吃 那就一起吃吧 对了 叶川 华夏有嘻哈 半决赛可以看了 嗯 我们一起看看节目效果 蓝姐 华夏有嘻哈 半决赛可以看了 嗯 我们一起去会议试看 好的 直接快进到 叶川上场的时候吧 把弹幕打开 我声音大型 我行的正 看来我们的眼光没有错 看来我们的眼光没有错 是的 美姐 叶川以后一定是巨星 这个男人用一首麒麟 乍翻专业说唱比赛 给他戴了绿帽子的前女友 更是前来求复合 叶川 你看微博了吗 华夏有嘻哈的导演在内喊你 说你有点名气 就坐地起架 要不要去回应一下 不着急 这个礼拜哥 都写的差不多了 我现在比不过他们的人气 那就和他们比作品 可是他们人很多哎 风评对你不太好 别担心 比作品 就算把它们全部加在一起 我也不会输 那你加油哦 依依 你这次怎么不说我吹牛了 毕竟我是你的助理嘛 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啊 不错 大小姐有进步 讨厌 喂 蓝姐这么晚打电话 什么事啊 叶川 有个好消息 B站自制综艺说唱新世纪 这周一开始录制 想请你去当开场嘉宾 通告费他们愿意给两百万 但是需要你唱新歌 没问题 我可以唱新歌 毕竟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对了说唱新世纪的第一期节目 正好和华夏有嘻哈的总决赛 在同一个时间点上线 这可真是太好了 我要让那些内涵 我的人都闭上嘴巴 大家好 我是李玉秋 欢迎来到B站 这里是由B站 制作第一档大型音乐综艺节目 说唱新世纪的舞台 节目即将开始 让我一起接待接下来的精彩吧 我正在看着你看着你目不转睛 你丢的爱 你丢的爱 正在看你懂得你热灵 请别再看 手机看 手机装不在意 哦 你的欲望 飘向新的气象 飘向你的 我看你我知道你已经注意到 你的位置正在向我正面正面推靠 哎 长期二郎 很想让我仔细瞧 成人脑也真的想法已经开始没了道 和我看着机缘跳 和好想跟你大想说句纪念好 热又害怕就陷入招 则特别想告诉你我缠绕 我说你会说 飘拍特别吸引我 能想象你在舞台上特别吸引我 把我当成我自己 我眼中的苹果 马上开始跟我分享你成长的经过 你说你也在美国留学 就在洛杉矶 喜欢地方跟我一样 都在Vinus Beach 我说我们对世界有过相同体验 快来跟我一起享受一点四个体验 天真离开 身体目不转睛 你丢的爱 正在看你 能带你热灵 请别再看手机 看手机 装不在意 哦你的雨 光飘向新的去向 飘向你 一部戏台湾 片酬至少八位数 泽泽 抢钱呐 叶川 《华夏有嘻哈》已经播出八期了 说唱新世纪的第一期的播放量不太可能超过有嘻哈的 但你们说 如果《华夏有嘻哈》总决赛结束之后 企鹅音乐里面的说唱榜单前五名都是我的歌的话 那会怎样 你写了四首 这么快吗 我打算周五的时候一起发 既然他们要在微博上抱团对我 我也不介意用这五首歌打烂他们的脸 他们玩说唱那么久要是被你一个人压了下去 那他们哪里还有脸嗶嗶啊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特么的好不容易才穿越 我能被你们几个狗东西给欺负了 叶川你这首歌又火了 听说华夏有嘻哈的狗哥和邹汉生拿了第一季的并列冠军 不过大家好像更喜欢你的歌 我说了吧 一个歌手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 做那些抱团的小动作没有任何用的 恭喜啊 叶川 这下你算是真正入圈了 南姐 这么早啊 别提了 昨天晚上接了一晚上电话 我手里现在有十多个通告 有些时间上有冲突 只能推掉你看看你想接哪个 就挑一些比较火热的综艺节目 最好是上节目能唱歌的那种 好那我来安排 喂叶川 我们还有必要联系吗 叶川你之前不是这样的 那是怎样 继续像个舔狗一样对你摆一摆顺 省省吧 从我们分手的那天晚上 我就想通了 你跟我根本不是一路人 以后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混蛋 叶川 你混蛋 你怎么能这样和我说话 到底是怎么了 你明明很爱我的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 为什么不告诉我叶川的事 我不是怕你路节目的时候被影响吗 好了好了 别哭了 你现在也已经出道了 有我在 有东黄娱乐给你撑腰 你以后肯定会比他红的 他签的是一家小公司 现在无非是运气好走红了一波 过不了多久就会过气 我见过很多这种例子 你前你有 是的 我听到是他的声音 说了两句话就挂了 不用跟我解释 你是还忘不掉他吗 怎么可能 他的性格我清楚 一不开心就会做妖 我刚才说话有点重 我是怕他又整出什么妖蛾子 现在这个结果眼上 可不能出什么事 安拉安拉 是他对不起你在先 你又没有做错什么 他能整出什么妖蛾子 也是 蓝姐 后面还有行程吗 差不多了 这一个多月录了七八个音乐类综艺 之后一个月暂时先别接通告了 我要写张专辑出来 出专辑嘛 你录的这些节目会在后面陆续播出 流量应该不会掉下去 不过最好不要太久 现在的娱乐圈 一半年不在镜头前露面 就没人会记得你了 这我明白 梅姐 门口那么多人都是来应聘的吗 嗯 他们都是来应聘你MV里面的女主角的 哈 还有女主角 那些女孩子都是戏剧学院毕业的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注意看 这个男人刚刚抱火 就被对手下套了 名争暗动 蓝姐 还有几个人需要面试呢 应该还有两三个 怎么样 练试新人也是一个苦力活吧 是啊 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继续吧 张欣怡 以特长这一栏写的是唱歌跳舞 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就简单唱个四五句就行 好的 没问题 唯一纯白的茉莉花 盛开在湖泊色月牙 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 我也不曾害怕 可以的 你唱得很好 那你先回去等我们的消息吧 叶川 这个感觉怎么样 蓝姐 我很喜欢张欣怡 干净有力量的声音 确实让我眼前一亮 我也很喜欢 虽然只唱了几句 但是有种穿透人心的震撼 蓝姐 你先继续面试 我去找梅姐商量一些事 好的 梅姐 我想和聊一聊公司发展的事 叶川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们就不要绕弯子了 刚才面试的时候 发现一个小女孩 条件还不错 你是想让我签那个女生 公司负责签她 我负责给她写歌捧红她 叶川 你想要多少股份 梅姐 我就直说了 跟依依一样 百分之十 这应该不过分 是不过分 不如我们玩大一点 合同再续约五年 前两年六比四分成 两年后你没胡的话 分成改成七比三 你答应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百分之二十股份 那就这样定了 你起草合同 让蓝姐给我签 你好 是张欣仪怡呢 是我 我是今天面试你的杨兰 你的形象由于不太符合我们这次需要的MV女主角 但是我们有意想签约你成为我们公司的练习生 请问你有兴趣 我 我真的可以吗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明天上午十点可以再过来一趟 我们签订一下合同 好的 谢谢蓝姐 我会好好表现的 你应该感谢叶川 是他点名签你的 好的 我一定不让大家失望的 混蛋 叶川 他一个刚出道的新人 凭什么拿下云长的代言人 我明明跟云长负责人说了 可以接受低一点的价格 只要叶川火不起来 那云长一定会后悔的 那又有什么用 云长都已经终止和我合作了 9月5号 演唱会的事情安排的怎么样 一切都在安排中 我记得公司有个叫白静的新人 听说是叶川的前女友 让她给我伴舞应该效果不错 没问题 我来安排 应该很有看透 对了 把演唱会的消息放出去 提前宣传 我要让云长后悔 蓝姐 看你慌慌张张的 是出什么事了吗 叶川 最近一段时间 你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得罪人 我这段时间都在家里写歌 怎么可能会得罪人 刚刚有个节目组给我打电话 跟我说 嘉宾人选另有安排了 我想 我们应该是被同行排挤了 我想应该跟这次的代言人的事有关系 之前他们的人选是谁 张欣义 东皇娱乐 东皇娱乐 难怪了 我前女友就是去了这家公司之后 甩了我 如果真是因为这件事的话 那我和东皇娱乐之间 还真是有点缘分 对了 张欣义要在9月5号 在魔兜开演唱会 而且这个月30号要发新专辑 这个月跟我一起发新专辑 这是诚心恶心我来了 我要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来打压我了 叶川 这是张欣义刚刚发布的新专辑预热歌曲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呢 我觉得一般般 但我又不懂 我这不是在问你吗 我的单曲也上传了 到时候看看大家的反响吧 依依 帮我拍一个宣传视频吧 隔壁已经请了好多圈里的人在宣传演唱会 你倒好 现在才想起来拍宣传视频 安了 歌手 用作品说话 词曲 李宗盛 落叶堆积了好几层 而我猜过青春 听见 前世谁在泪雨纷纷 一次缘分解一次伤 我今生还在等 一时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 确认过眼神 我遇上对的人 我会见转身 而鲜血如龙春 前朝记忆的红尘 伤认的不是刀刃 是你转死而来的魂 却远过眼神 我遇上对的人 我怎么出生 我怎么出生 马蹄身入泪粉 情世帮上的月光 你现在还挺火的 你现在还挺火的呢 视频刚发出去 就有一群人评论 这算什么 给你点阳光 之前请两个明星当你的演唱会嘉宾 我带张欣怡就够了 浪费那个钱做什么 叶川 这可是你的第一场演唱会 你就不紧张了 可能我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吧 我非但不紧张 反而还挺期待的 注意看 对手为了打败叶川 连夜耍手段 疯狂刷专辑销量 叶川实力打脸 欣怡 各个粉丝群已经开始行动了 我们的华丽乐章的专辑销量 已经是扶摇的五六倍 叶川这小子 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 是比粉丝还是比实力 你放心 我们这次肯定会赢了叶川 蓝姐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你还笑得出来啊 人家专辑的销量都快是你的七倍了 蓝姐 你放心 要相信我的作品 张欣怡新专辑的销量数据不太正常 凌晨时分本来流量就低 他也就是个二线歌手 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卖出那么多 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他应该是刷销量了 昨天晚上 我一直守到了四点多才睡 虽然扶摇的销量没有华丽乐章高 但专辑下面的评价都不错 这张欣怡真有意思啊 赢的完不过开始完赢的了 凌晨发的新专辑 歌都没有全部上架 他就卖出去了十多万张 这骗鬼呢 叶川 你说话啊 你不担心吗 安娜 歌手用作品说话 专辑后面的几首歌陆续上线后 我相信一定会反超的 我也相信你 叶川 毕竟咱们以实力打败对手 啊 怎么会这样 怎么了 快快在粉丝群里多发点消息 让他们多买一点 什么 难道扶摇就要追上来了吗 昨天晚上明明差了六七倍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会追上来 你还愣着做什么 快帮我联系粉丝啊 还是再等等看吧 昨天粉丝群都买过了 你快想想办法 无论怎么样 我不能输给叶川那小子 叶川 你看数据了吗 扶摇的销量 直接从早上的三万不到 一下子涨到了三十多万 华丽乐章现在才看看破了二十万 我没看数据 不过结果在我的预料之中 我更看重大家对歌曲的评价 毕竟作品的质量 就是歌手的生命 我就知道你能行 张欣逸这几天还有什么动作吗 现在她的新专辑销量都才七十来万 她还能有什么动作 扶摇的销量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二百三十六万 看来这一战我们赢了 明天的演唱会准备的怎么样 放心 蓝姐 我很期待明天的演唱会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舞台 你们是不是坐台阶了 站起来吧 站起来 在这个风景 云涌的战场上 暴风笑年登场 在灯神烈火 匆匆的发烧上 闲闹整个世界 笑颜狂吹的熏陶 鸡甲石带着海盗 热血一流而上 战车在发肠 永远之夜是无可挡 雪 Come on 你站你站来 望太阳光页 双方与宙摆平时节 我摆在你穿荒野 望太阳发泄 找到时我们 健康起点 我要超过我的浅势 照亮我的身世 看着叫浪成苍蝇 热血育 一路向前飞去 同时的同时 卖定在一团圈 在这风景云涌的战场上 暴风少年登场 开战成烈火重重的咆哮 喧闹成个世界 硝烟烹焙的心脏 即驾驶派将带到 热血能凝流而上 战车的发藏 如同誓言之谋可达 运气转 靠逆着 你在看见 往哪有荒野 终于白云的世界 往逆着你站荒野 往哪有发现 我们正在的经验 我要逃过我的城市 张扬我的城市 看着墙楼墙在眼 这山上千百个水城市 一路向前飞去 往哪有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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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意思说他们 小叶去我们家才几次 你就喊他姑爷 滚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我要继续听我们家姑爷演唱会了 好好好 继续听姑爷演唱会 接下来这首歌 我想邀请一个不知名歌手跟我一起合唱 为什么说是不知名歌手呢 因为他还没有出道 那有人就要问了 为什么我会请一个素人来跟我合唱呢 那当然是因为我咖位低 又没有钱 所以请不到有名的歌手啊 不过我觉得呀 不管一个人有没有名气 是不是歌手 他都有站在大舞台唱歌的权利 而且接下来这首歌 我和他合唱的话 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所以 大家给点掌声 把这位不知名歌手给请出来吧 别让命运遮住了天空的蓝 别让命运这番没将的船 别让心中的光变得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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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曾经左右的眼眶 是人生中少数的奔着有可贵的树壳 一曲不准的我们啊 一曲不准的我们啊 就肆意的追逐吧 用你目送就不算落大 每当我被伤过 也陪抱欲敏过 明明开出跨过 就让他顺着 感受小小的梦 不怕失敲坠落 就在勇敢光变得暗 会有环与星空 并立定不惯过 用温暖做卖过 一番心不惯过 明时中有闪烁 好听吗 她叫张欣怡 请记住她的名字 所以 除了这首歌之外 我还专门给她量身定做了一首歌 接下来我把舞台交给她 注意看 眼前的这个男人 从一个穷屌丝 逆袭到万人演唱会 国际天后争相邀歌 接下来把舞台交给她 记住她的名字张欣怡 大家好 我叫张欣怡 很开心有机会唱歌给大家听 如果不懂了谁的心血 留恋却来不及告别 如果结局今生凌冽 无惧在你风中破解 就算那雨已被撕裂 重回到最初的起点 接手 往前走 黑夜白昼 不停留 辗转时空 会挫伤 会心痛 依然奋勇 去战斗 才叫英雄 抬头 乱与斩首 挥手 你在我左右 驱退 避云的诅咒 让故事不朽 无悔 再放肆狂游 守护 你已将不用 哪怕 未来如洪流 也不曾退后 如果在水梦中真言 直面着现实的世界 风波动了谁的心血 留恋却来不及告别 如果结局今生凌冽 无惧在你风中破解 就算那雨已被撕裂 重回到最初的起点 接手 往前走 黑夜白昼 不停留 战转时空 会挫伤 会心痛 依然奋勇 去战斗 才叫英雄 抬头 乱与战不朽 挥手 你在我左右 几亏 命运的诅咒 人故事不朽 无悔 再放肆朋友 守护 你已将不用拿到 未来如红柳 也不曾最后 把现实无路可逃 却望着希望缠绕 也依旧无所谓的笑 走坠 走坠 右手的草 双身的烈焰出脚 追出风声 见招拆招 叶川 叶川 你的眼光真不错 张欣怡的声线很干净 那是 当初也是看到 她身上的纯粹与坚毅 所以才欠她的 谢谢大家 在这里 我要感谢一个人 就是我的伯乐 叶川哥 是他让我能有机会 站在大家面前唱歌 也教给了我很多学习上的技巧 接下来的舞台 交给我们的叶川哥 大家有没有记住她的名字 记住了 她叫张欣怡 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接下来 给大家带来一曲歌曲串烧 紧黄色的日落涂抹在平线 夜色慢慢弹开了初心棒点点 若把你比作歌 你便是那个山流水 我以为忘了想念 而面对夕阳就说明一点 话都说了一万遍 你转身就不见我们的爱 原本只是意外 乡坐上又摇摆 来来来来来来来 随着你的步伐和浪漫 装个满怀 心跳错了节拍 帮帮忙忙躲不开 爱立刻又快点来和我表白 爱你护身走暗巷 爱你不归的模样 爱你对直播绝望 不肯哭一场 等下一个天亮 去上次牵手散花 那里散步好吗 不如我们用往后分手 不如眼泪又口头偷流 不如这次就换你自由 不如擦肩而过别回头 我们怎么变得那么生分 连说话都要掌握好分寸 怕不注意留言前锋差点 怕不相信我们成陌生人 在手中你为爱感性被搁浅 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 给我回答 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 靠你一笔一笔 与众情深双手带捧我 以后我能够碰上我 I'm letting go 我终于想能为你放开手 糟糕 我显得比你糟 你爱得比我少 注定要受煎熬 别那么骄傲 童年的梦境可晓得 就像谁无语隐藏的 外面的世界漆黑着 而我依然是一个够活着 远这里多远都要在一起 我遇见很多人 就只想和你慢慢终练 你什么都不用做 就能带走我的思念 我曾将青春翻涌成他 也曾指尖弹出相侠 心之所动且就岁月去吧 哇 我姑夜在闪闪发光 我们家依依怎么会有这么有眼光 好了好了 我们依依也很漂亮 你女儿除了漂亮还有啥 漂亮在我姑夜才华面前一文不值 行 你说的都对 怎么样 在线播放观众有多少 最高在线人数140万 平均在线人数60万 60万 比我上一次演唱会多了15万 那个夜穿的演唱会直播怎么样 那个 怎么不说话 到底怎么样 啪 他演唱会的平均在线人数有 有140多万 最高峰值500多万 妈的 你说什么 我不相信 这是实时数据 我们这次真的输了 如何让给自己戴绿帽子的前女友 后悔不已 那就是用自己的实力啪啪打脸 这首歌 你们喜欢吗 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 请大家安静的听完这首歌后 有秩序的离开现场 路上注意安全 这场演唱会只是开始 以后大家还会再见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 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 因为付出的 又能懂 这首歌 掌声泪动 掌声泪动 心潮翻涌 这是开始 不是最终 当你为了我 拿手掌拍拖 我该拿什么 我该拿什么 对抱你情动中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 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 因为付出的努力 有人能懂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 我相信 未来多曲折 绝对不放松 证明你选择 证明你选择 是与众不同 静静 别再看了 你 闭嘴 都怪你 都怪你 当初是你主动要走这条路的 我可没有逼你 没有我的帮助 你以为以你的年龄和条件 能成为东黄娱乐的练习生吗 站在夜川旁边一炮而红的人 应该是我 可我现在只是练习生 天底下没有后悔药 你既然选了这条路 跪着也要爬到底 我不甘心 我要去找夜川 他是爱我的 一定会原谅我 你醒醒吧 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蚂蚱 都怪你 都怪你 夜川 你看微博了吗 昨天夜川演唱会风神现场 这个关键词 直接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 是吗 我没看 不过也在预料之中 对了 天后李飞你知道吗 九十年代就出道的著名女歌手 最佳女歌手奖拿到手软的李飞 我知道她 唱功非常不错 可惜原创能力一般 她的经纪人打电话过来 想让你给她写一首歌 李飞 让我帮她写歌吗 你一会加下她的微信 你直接跟她聊吧 好的 蓝姐 夜川 你收拾一下 跟我走吧 去哪 去我爸妈那里 你爸妈不会是昨天看我演唱会 现在心事问罪了吧 你怕了吗 胆小鬼 去了就知道了 去就去 你妈妈可是很喜欢我这个新姑爷的 自恋 妈 我们回来了 来了来了 可算是回来了 你爸等你们很久了 阿姨好 叔叔好 工作忙吗 还 还挺忙的 你在大舞台上开的那场演唱会 我和你阿姨都看过了 我和你阿姨是不反对你这份工作 但像你这种工作 一般来说 是不太可能公开谈恋爱或者是结婚的 小艺 和我们说说之后的打算吧 你打算怎么平衡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叔叔 你也知道我大学是学音乐的 家里也没什么背景 艺人这条路可以说是我的唯一捷径 除此之外 我一没有经商天赋 二没有人脉网络 如果不当艺人的话 我可能现在还是个最普通不过的上班族 现在这个社会 年轻人想出头是比较难 你要知道 我并不是看不起你这份工作 我只是觉得你拥有这份工作的同时 不能让我的宝贝女儿幸福 爸 你说什么呢 我和叶川现在挺好的 我打算三年后 就从这圈子里面抽身出来 到时候我也才29岁 一一也就27岁 好好好 27岁也不算晚 最好28岁之前就把孩子生下来 你人的最佳生育年龄就是25到28岁 妈 你说什么生孩子呀 你懂什么 妈是过来人 你既然有对以后的打算 我也就不管你们了 不过我们家一一年纪小不懂事 在你们还没有结婚前 我希望 你懂的 叔叔放心 我不会让那种事发生 哎呀 发生也挺好的 我们可以早点抱上孙子 妈 你说什么呀 讨厌 这一关算是挺过去了 但三年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 我们到时候怎么收场 你问我 我问谁 就你妈现在对我的态度 我感觉我们要是不结婚都有点对不起她 美的你 快九点了 我开车送你回家吧 明天早上再去接你 我 我今天晚上不想回去 一一 要不明天 我把隔壁房间收拾收拾 你搬过来住算了 不然我隔三差五的就睡一次沙发 谁受得了啊 不 我要睡主卧 柳一一 你见过一人住自卧 让助理住主卧的吗 今天中午走的时候 你还答应过我妈会照顾好我的 你赢了 这个男人从一个穷打工仔 到万众瞩目的明星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叶川居然把我的电话拉黑了 老娘要主动出击了 不管怎么样 现在想要红起来 唯一的办法就是和叶川复合 一一 今天这么冷 你还穿这么少 去公司会冷的 我这是加厚的丝袜好不好 穿这个比裤子还暖和 好 你说的都对 今天早上起了音乐 把第三季度的扶摇 数字专辑卖的钱 和其他歌曲的代理费用 都打了过来 另外还有两笔通报费也到账了 加上之前存的 你猜猜我现在有多少钱 多少钱 一千万 还是两千万 有五千多万 当明星钱真好赚啊 这个钱是我之前打一辈子工 都赚不到的 可以吗 一下子就成爆发户了 男人有钱就变坏 我得每天跟在你身边 看好你 不会的 你放心 走吧 去公司 叶川 我们能谈谈吗 我们还有什么好聊的吗 有些事实是我对不起你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没必要了 我们已经是陌生人了 我记得 你从出租屋里搬行李走的时候 郑松专门跟我说过 让我以后别打扰你 现在也请你不要打扰我 我以后不想再看到你 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跟你有任何关系吗 叶川 你变了 我变了 还是你先变了 告诉你 我们已经见过双方的父母了 过两年 等我的事业稳定一点 我们就会结婚 请你以后别来打扰我们 叶川 既然你这么绝情 那就别怪我也不念旧情 随你变吧 当初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 依依 我们走 她怎么会找到公司楼下来 我拉黑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 她想找我 只能在公司底下 守着我 我看她还 挺可怜的 你心里就没有 没有 我早就看清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从她和我提出分手那天晚上之后 我就不是之前的那个我了 这个我说的是实话 你没必要试探我 我可没有试探你 我就是问问 好了 我知道了 进去吧 外面冷 那个你打算这样牵着手进公司吗 忘记了 忘记了 笨蛋真是个大笨蛋 叶川哥 依依姐 你们来了 等很久了吧 也没有 托叶川哥的福 演唱会那首歌被各大官方微博转发评论后 已经有不少节目组找到我们参加节目 挺好的 以后还要多多照顾我了 叶川哥 你就别笑话我了 我哪能跟你比啊 我估计再过段时间 就没人会注意到我了 所以我今天不是过来了吗 新歌要不要试唱一下 这么快 太谢谢叶川哥了 新姨 你以后要是出席了 可千万别忘了是谁领你上路的 没有叶川 你这会儿还是一个普通大学生呢 我肯定不会忘记的 依依姐 来吧 听听我写的新歌 啊 明天明天是否能只顿爆花 你已喜欢 孤独是一种信仰 中文字幕ade cogn of love 写统是一种信仰 我如果想马上了 你恢夙就能去摆《尊家》 走高渊 你不叶川 输不尽的车站 甘愈平凡却不甘 平凡的溃迈 你是暗鸟 你是自由的鸟 命运多穿 痴迷淡感 误别了青春 输尽了车站 甘愈平凡却不甘 平凡的溃迈 你是暗鸟 这首歌肯定能火 叶川哥写的歌 每一首读必然是精品 你多练习 我们先回了 有什么事情 电话联系我 好的 叶川哥 走吧 依依 我们回家 叶川 你既然不答应跟我复合 我就要毁掉你 谁能想到 废掉叶川的事业 只需要前女友声泪俱下的演一场戏就可以了 如果得不到 那就要毁掉 叶川 上次回去我已经想明白了 之前都是我的错 你原谅我吧 再给我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 走开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 大家给彼此留下最后的一点体面 叶川 我们在一起那么久 五年了 难道你之前对我的感情都是假的吗 白净 你要打脸好吗 我说过我已经不想再看到你了 你现在一次一次的出现在我面前 只会让我越来越恶心 叶川不要走 叶川 你之前不是这样的 我真的很爱你 都拍下来了吗 拍下来了 全都拍下来了 有了这个视频 我肯定能转折 白净谢谢你啊 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 放心 标题我一定会偏向你的 我这视频发到网上去 就算不写标题 网友还是会向着你的 好的没问题 尽快发出来 叶川 我要毁掉你 这个视频溢出来 我看你还怎么在娱乐圈混下去 叶川 你终于来了 蓝姐 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么急 你看下这个视频就知道了 叶川 我们在一起那么久 五年了 难道你之前对我的感情都是假的吗 我说过我已经不想再看到你了 叶川不要走 叶川 真是个贱人 我早该知道 他今天过来是有阴谋的 我早该知道的 没事的 会解决的 美姐正在联系各个平台 看看能不能把消息压下来 蓝姐 这个消息估计很难压下来 我真没想到白晶的心 竟然这么带毒 当初我还死心塌地对他 他现在连脸面都不要了 叶川 你们的事我都知道 我可以帮你解释的 没用的 对外你是我的助理 你说什么 别人都不会信的 这是白晶精心设计好的一个圈套 牵扯到女人 这事就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那我们就坐以待毙吗 当然不会 我会想办法 实在不行 只能在网上公开澄清了 叶川 你现在知道找我了吗 别怪我 我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不把握住 白晶 我不需要你给我的机会 明天上午九点 你如果不在网上 把这件事说清楚 后果自负 后果自负 好啊 那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手段 好 那明天早上九点见 叶川 如果你现在求我跟你复合 我会来澄清事情经过 我们还能一起成为娱乐圈的模范情侣 白晶 你是疯了吗 现在是白天 你做什么白人吗 要不你自己把事情经过说清楚 要不我来 叶川 你 你是要把你们的聊天记录发出去吗 我给过他机会的 聊天记录发出去 他这辈子就毁了 不过这是他要先毁我的 我不在乎了 聊天记录 什么聊天记录 他们的聊天记录 能证明当初是白晶先出轨的 而且之前这个白晶 也一直在 PoI 叶川 反正我看他们的聊天记录 就觉得这个白晶庭 挺让人恶心的 喂 杨兰 你现在在哪 我在叶川这里 他这边已经有 听我说 今天一大早 我就赶到了地下车库 发现他这地下车库都装了监控 这个局是白晶设好的 就等着叶川往里面跳 视频我发给你 太好了 有了这个证据 我们的困境就解决了 这次的事 东黄娱乐在网上 请了大量的水军 要不然这件事 不会发展得这么快 行 我知道了 叶川他自己也能听到 兰姐 我现在把证据发出去 大家应该都明白 终于可以结束了 是不是很累啊 还好 他这么做也好 给我一个可以了断的机会 还好我没把这手机扔掉 聊天记录都还保存着 要不然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娱乐圈的水真深大 这要是没有聊天记录 没有车库视频 估计也走到头了 风评终于反转了 这件事结束 估计又会有很多通告 找我们了 兰姐 以后接通告 你跟节目组的人都说一声 但凡 只要有东黄娱乐的艺人 在的节目 我一律不接 好的 另外 昨天不是有很多新闻媒体 不知道 事情真相 就都在骂我吗 你回去和公司说一声 这些新闻媒体 能起诉的全部起诉 特别最开始发 车库视频的 红帆娱乐 我马上就回公司处理这些事 你还有什么事的话 就微信上跟我说 嗯 好的 兰姐 依依 再给我拍个视频 发到抖音里面做澄清 顺便趁这次热度 宣传一下我的新歌 好的 开始吧 有关车库视频的 澄清我已经 发到了微博上 另外 我这里还要再解释清楚 在昨天上午 他去车库找我之前 他就去找过我一次 我已经明确表示 不想再见到他 但他还是去找我了 我知道 聊天记录放出来 可能会毁了他 但我昨天晚上 就已经给他打过电话 提醒过他 要不然 我不会等到今天九点 才发微博 最后 我想说 有关昨天在网上 攻击我的那些媒体 我已经和公司说了 能起诉的全部起诉 还有部分攻击 我甚至攻击 我家人的网友 我也会让法律 追究他的责任 歌手用作品说话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的新歌 就分落日如长河 江南烟雨行舟 乱世神空卷寄 多少的烽火 万里山河都踏过 天下犹如谁手 分分合合不过 即使在陈秋 我在世面 埋伏四面 出歌的时候 老酒与苍天对着 纵然一去不归 此战又如何 谁遇见万间七发 行过满天阶入宙 导光剑影交错 而我强处如龙 乾坤寒冬 一笑破苍穹 长江刺破云霞 放下一声牵挂 望着寒月如鸦 哭声踪马 神似无华 风卷残棋列甲 雪染万里荒沙 成白小坛之间 欲尽是流沙 录好了 我来帮你发布 穿越平行世界 从一手演员开始爆火 前女友为了上位 设计陷害 郑松啊郑松 你好大的胆子 公司员工守则写的 明明白白 公司高管 不能和公司员工 以及公司艺人发生关系 赵导 我可以解释 解释 有什么可解释的 马上发布解约声明 从今天开始 白静和我们东黄娱乐 没有任何关系 好的 赵董 我会处理好这件事 还有 从今天开始 你另谋出路吧 公司不可能让你留下来 赵董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白静这个事情 我不知情的 是他自己一个人干的 去人事部 自己请辞吧 白静 看你干的好事 我的前程都被你毁了 你怎么这么蠢 干出这种事 松哥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了 我们还可以去别的公司 白静 你别做梦了 得罪了东黄娱乐 这辈子就不要打算在这个圈子里混了 你走吧 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不幸 松哥 我是爱你的 你给的爱太沉重 我要不起 咱们好聚好散吧 你们男人都一个样 我会让你们后悔的 小叶啊 明天就是一一的生日了 你们是来家里过 还是你单独和一一一起过呀 还是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过吧 来家里你们肯定放不开 小叶 你要主动一点哈 阿姨看得出来 一一很喜欢你 你要加油啊 好的阿姨 我知道了 您就放心吧 一一我手机没电了 你帮我拿个充电器 你自己去不行吗 帮个忙嘛 好吧 谁让我是助理呢 叶川 怎么又停电了 我也不知道 你先出来吧 好吧 祝你生日快乐 许个愿吧 你怎么知道 今天是我生日 我好像没有跟你说过 你妈告诉我的呀 怎么样 有没有很惊喜呀 还没有 你等我一下呀 我马上就回来 你要干嘛 你生日 我肯定要送礼物给你 但我想来想去 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你好像什么东西都不缺 于是我就给你写了一首歌 专门给你写的歌哦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 像宇宙给了沙漠 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 做我的更多翅膀 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我愿意 我也可以 付出一切也不会可惜 就在一起 看世界流失 要记得我们相爱的方式 我就是爱你爱的你 有悲有喜有腻 平淡也有了意义 就是爱你爱的你 甜蜜也温暖心 那种感觉就是你 好听吗 嗯 好听 依依 你有没有感觉家里变冷了 是不是你刚刚拉了电闸 空调没打开啊 没有啊 我开了 怎么回事 明明开着 怎么出风口附近没风啊 刚才开闸的时候 灯泡就一闪一闪的 是不是电路出问题了 明天得找个电工来修了 还不是怪你 非要拉闸 我这不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吗 好啦 那吃完早点上楼睡觉吧 太冷了 蓝姐 这么早 不是说最近没工作吗 昨天没睡好吗 看你脸上的黑眼圈这么大 还 还行吧 依依呢 你睡得怎么样 我 我睡得挺好的 下午你们有什么安排吗 没 下午再睡一觉吧 年轻真好啊 对了 我是来跟你们说一个好消息的 什么好消息啊 蓝姐 你有可能今年除夕能登上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什么 叶川她能上春晚 太好了 你还记得你帮李飞写的歌吗 节目组让你们去合唱 具体事项我再去沟通一下 好的蓝姐 我的你通知 那我先回公司了 对了 年轻人 悠着点 来日方长 你 你昨天晚上 真 真的没睡好吗 废话 只要是个正常男人 都没办法在旁边 躺着个大美女的情况下 好好睡觉吧 你们男的是不是脑子里 整天都想着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我要是整天想着不干净的东西 那早就把你 你给我说清楚 你要干嘛 没什么 死变态 我这个变态倒是老老实实的睡了一晚上 不知道是谁 睡着了就喜欢往别人的怀里钻 你给我闭嘴 你要是敢说出去 我就 我就 咔嚓了你 还咔嚓吗 再咔嚓 我再亲你一下 讨厌 万万没想到 这个男人一年前 还是一个普通打工人 一年后居然跟天后 一起站上了春晚舞台 猪头 在想什么呢 没 我之前不是收购了一个喜剧团队吗 在想着拍电影的事呢 八字还没一撇呢 我可不信你能拍出什么好看的电影 你之前不是说支持我吗 支持是支持 不信是不信 对了 除夕晚上我妈让我们赶回摩都 去我们家过除夕 好啊 这么干脆 之前不是一说要去我爸妈那 你就紧张的不行吗 之前是之前 现在是现在 肯定不同啊 哪里不同呀 之前 我不是假装你男朋友吗 现在是真的呀 再说了 你妈对我好得不得了 来京城的这两天都给我发两次消息 我觉得我跟你妈相处的 挺好的 我妈她都没给我发消息 为什么要给你发消息 快给我看看 我妈给你发什么了 你竟然把我妈的微信 改成了岳母大人 谁让你改的 你妈不是早就把我当成女婿了吗 我改个备注也没问题啊 还是说你现在后悔之前答应做我女朋友了 算了不管了 对了 没有几天就上春晚了 你紧张吗 你老公什么时候紧张过 讨厌 什么老公 怎么 柳一 想后悔 晚了 爸 妈 开始了开始了 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 坐好 别挡在电视前面 哎呀 忘了问哥哥什么时候上场了 因为爱情 才有了那么多名垂史册的传奇故事 因为爱情 才保存着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下面欣赏歌曲 因为爱情 给你一场过去的City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 我还在爱着你 在唱不出那样的歌曲 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 虽然会继续 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 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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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的伸张 在哪里游荡 人来人往 我们家川儿有出息了 叶书 刚刚春晚上唱歌的 是我表哥吧 太厉害了 是啊 是我们家川儿上春晚了 表哥真有本事 都上春晚了 春晚可是多少明星都上不了的 是啊 不容易 靠自己一路走过来的 妈 我们回来了 阿姨 新年快乐呀 新年快乐 今天在春晚上的表演真的很棒 不愧是我孤颖 妈 你眼里都是叶川 都看不到你的亲生女儿吗 对对对 我们一一也辛苦了 这么快就到了 你们是一路赶着回来的吧 嗯 下了台之后 就跑着坐车去了机场 差点赶不上飞机 今天这春晚 也算是给你过去一年 画下了个圆满的剧后 新的一年继续努力 嗯 我已经有安排了 打算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我家那边没有机场 只能明天下午回去了 明天让一一送你去机场 爸 我都累死了 让这猪头自己打车过去 行 你不送老爸送 明天下午叔叔送你去机场 谢谢叔叔 过年这几天 你就住在你爸妈家吧 你一个人 我不放心 来 抱一个 我肯定会想你的 我也是 我会尽早回来的 那 你一路顺风啊 注意看 这个男人穿越重生 从一手演员爆火开始 逆袭登上了春晚舞台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生 依依 这大过年的 你去哪儿啊 妈 你明知故问 今天下午夜穿回来了 不要去机场接她 然后我就不回来了 爸 我走了 来不及了 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做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了 你别乱说 小两口恩爱 我们应该高兴 哪有人吃女婿的醋的 猪头 我好想你 这几天在家里过得还好吗 挺好的 除了你不在身边 有点不习惯 明年跟我一起回家过年吧 嗯 好的 现在好意思 去我家了 也是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 哼 讨厌 我丑吗 开玩笑的 我们家一一最美 我先上去洗澡了 坐了一下午的车和飞机 有点累了 我先洗 要不一起 讨厌 我才不要跟你一起洗澡 傻瓜 我先洗的话里面就有热气 待会儿你 接着洗 就不会冷了 好吧 难道你在期待着什么吗 叶川 我发现在你现在越来越坏了 蓝姐 早啊 早啊 叶川 一个星期后的元宵晚会 蓝莓台 芒果台 番茄台三大卫视 都想请你过去 对了斗音和快手 也发出邀请了 就参加斗音的元宵晚会吧 你不要再考虑考虑吗 斗音虽然流量最大 但他们给的通告费却是最少的 不用考虑 给的钱再少 我都会选斗音 为什么 因为一一的爸爸是自服跳动的轮值董事 我去参加斗音的元宵晚会 也算是给我以后的月 也算是给一一爸爸打工 钱多钱少无所谓的 一一的爸爸是自服跳动的轮值董事 虽然早就知道一一的家世不一般 但没想到竟然这么夸张 好的 这些我看着安排吧 好的 蓝姐 就麻烦你了 大明星 新年好啊 新年好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来给大明星半年了 大明星在家忙什么呢 明天晚上要去参加抖音元宵晚会 我写了首新歌 哇 那我们明天能不能一起去啊 你们去干嘛 我们去长长见识嘛 我还没去过那种地方呢 好吧 明天就一起去吧 就说是化妆师 依依 你猜我刚刚碰到谁了 谁啊 是狗哥 当初参加华夏有嘻哈的时候 整个CSC厂牌的人 都对我有不满的情绪 你如果看到他的话 离他远点 我知道了 再有一个节目 就到你上场了 嗯 依依 你们就在这边等我 应该一会儿就能结束了 知道了 大明星 放心我们不会 把你家依依吃掉的 你只想一头钻进我的梦里 在清醒的芳草的安心扎音 你紧紧贴着我 嘴角的笑语 总是有聊也聊不完的话题 我只想一头钻进你的眼底 只随你眼波流转空的四季 我已经确定 如爱自己般去爱你 好一场春雨 装饰了结晶 也装饰了我和你 雨中的同行 三下的天平 构为不不合一 即使会有共鸣 和常会有缘起 睁大我的眼睛 在紧紧框里看着你 和我同步的表情 你只想一头钻进我的梦里 在清醒的芳草的安心扎音 你紧紧贴着我 嘴角的笑语 总是有聊也聊不完的话题 我只想一头钻进你的眼底 只随你眼波流转空的四季 我已经确定 如爱自己般去爱你 哇 依依 夜川上了舞台整个人都在发光 依依 你怎么这么好命 找到夜川这么好的男朋友 依依 我肚子疼 想去个厕所 服了你了 这个时候闹肚子 你跟我来吧 美女叫什么名字啊 你们是夜川身边的助理和化妆师吧 依依 我们走 夜川 她一个月给你们开多少钱的工资 一万两万还是三万 你们跳槽过来跟着我吧 我给你们的待遇肯定要比夜川给的高 你脑子瓦特了吧 让开 美女 考虑一下吗 你给多少钱 我们都不会考虑 走开 混蛋 把爪子拿开 不然怪我不客气了 敢动我的女人 给我死 夜川 你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 我都开价三万了 他们竟然还不答应 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给你脸 你非不要 那就不要怪我了 夜川 你特妈居然敢打我 打你怎么了 谁让你惹我的女人的 夜川居然公开说 我是她的女人 好你个夜川啊 有事助理干 没事干助理 你 你瞎说什么呀 柳小姐 你今天怎么也来了 陈叔叔 我和夜川一起来的 柳小姐 晚会的导演 在这个西装男人 面前都是点头哈腰 这个男人在夜川助理面前 竟然也要点头哈腰 那岂不是说 完了 我彻底完了 夜川 你好啊 我是抖音华夏区域的产品负责人 刚才你在台上的表演我看了 真是不简单啊 怪不得刘董对你赞赏有加 夜川 你们这是怎么了 也没什么事 就是他们上完厕所出来 被人堵在门口了 陈叔叔 没什么事的话 我和夜川就先回去了 你们慢走 替我给你父亲问好 刘董替我给你父亲问好 难道夜川的助理是刘董的女儿 这下完犊子了 你小子 你自求多福吧 雨晗 几点了这么晚回来 我们和夜川 爸你知道夜川吧 就是依依现在的男朋友 一起去元宵晚会的现场了 那今天晚上玩得开心吗 嗯 还行 就是碰到了一个很讨厌的人 一个说唱歌手 叫大佐吧 星雨娱乐 不是我去年收购的那个小公司吗 爸帮你解决 感动我的宝贝女儿 爸爸最好了 喂 小张 我们公司有没有签一个叫做大佐的艺人 有的 秦总 让他在公众面前消失 秦总 用什么理由呢 理由 我还需要给你理由吗 啊 这点事搞不定 你也给我一起消失 好的 秦总 我马上去办 小叶 快来趁热吃 刘姨包水饺的手艺可是一举 阿姨 这太多了吧 不多不多 快吃吧 你们年轻人消耗打 妈 这水饺里面包了什么呀 味道怪怪的 家里还剩了一点冬虫夏草 我就让刘阿姨一起包进去 这可是好东西 听说能壮胜洋溢惊惊 丈母娘 我看上去有那么虚吗 妈 谁家包水饺 会放冬虫夏草 不过 还是挺好吃的 小叶 你东西掉了 啊 阿姨 我自己来 那个 阿姨 你听我解释 没事 你们年轻人喜欢蓝点花样 阿姨理解 妈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妈是过来人 妈都懂的 叶川 都怪你 让你收衣服 没手拿 也不能把内裤塞兜里 阿姨 我们吃的差不多了 也该回去了 好的 记得加油哦 妈 你说什么呀 这么晚了 你干嘛 你妈太狠了 用冬虫夏草包饺子 我现在感觉全身发烫 一股子力气 没地方使 有那么严重吗 不信 你摸摸 叶川 你流鼻血了 依依 你跟我丈母娘说一声 她女婿肾很好 以后别再让我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了 让去睡了 依依别走 帮帮你老公吧 太难受了 讨厌 你别乱想 我才不帮你呢 好依依别走 穿越重生 从一手演员 开始逆袭人生 爱情事业双丰收 注意 一大波狗粮来袭 小懒虫 今天是你生日 啊 我自己都忘记了 下午雨晗他们 还有美姐 蓝姐 还有你爸妈都会过来 上午我们得去超市大采购 好嘞 要亲亲 抱抱 举高高 好 你生日 你最大 雨晗 你怎么没把男朋友带来啊 依依你有毒吧 都说了才见了两次面而已 什么男朋友啊 你们发展到哪步了 亲嘴了吗 好啊 叶川 你被依依带坏了 居然会说这样的话 雨晗也有男朋友了吗 阿姨 你别听他们两个神经病乱说 切都开始约会了 接下来不就该 嘿嘿 好了 来 今天是依依的生日 祝我们姑爷事业蒸蒸日上 今年更上一层楼 谢谢阿姨 妈 我生日不是应该祝福我吗 好 也顺便祝福一下依依 妈 这也太敷衍了吧 我肯定不是你亲生的 叶川才是你亲生的 咱们也走个流程吧 雨晗大美女 麻烦你关一下灯 今天是依依的生日 我有一首歌送给她 我还在寻找 一个依依依靠和一个拥抱 谁替我祈祷替我烦闹 为我生气为我闹 幸福开始有余潮 缘分让我们慢慢静靠 然后孤单被吞没了 无聊变得又化了 又变化了 小酒或长肩膀 是你最美的记号 我每天睡不着 想念你的微笑 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 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 小酒或长肩膀 你认得无可救药 我放满了不了 感觉像是喝醉了 终于找到 心中灵溪的美好 一辈子暖暖的好 我永远爱你倒好 天哪 这个猪头不会是药 求婚吧 姨姨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虽然我没有才能 照料你的过去 但我感谢你爸妈 照料了你二十几年 我会用我的余生 去爱你现在和将来的 亲爱的 嫁给我吧 我愿意 我愿意 叶川 我也很爱你 小样 电影现在也忙得差不多了 今年有什么打算 继续写歌吧 众星会慢慢转到电影幕后这边 打算和依依在七夕当天领证 然后当天公布关系 领证好 先把证领了 婚礼的事可以先不用急 不过你们两个的年纪都不算小了 得早点给我生个孙子孙女 妈 你说什么呢 什么说什么 不然你以为妈催你们结婚是想干嘛 你知道你妈我有多无聊吧 阿姨 我们会努力的 讨厌 什么努力啊 依依 我跟你爸就先回家了 小叶喝多了 你好好照顾他 好的爸妈 真是的 猪头就不知道少喝点 奇怪 到底怎么弄开啊 那个 依依 你在干嘛 给你脱裤子啊 老婆 你真好看 老 老婆 你好重 啊 可以吗 笨蛋 这个时候了 你还问我干什么 好爱你啊 老婆 我也爱你 老 老公 叶川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只要你生的 我都喜欢 那以后 我们要生几个小孩呢 你想生几个都可以 我们会有一个大大的房子 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叶川 我好爱你 依依 我也爱你